今天我們會介紹這款遊戲是《密室逃脫》 看到你的名字就要過關 我們先看看有什麼 有一個計時器 我們今天要做的就是60分鐘 這個玩家過三關 我們看看有什麼過關 第一部份有一個監獄文文 教我們第一個信封第一關 我們打開之後有封信 我們看看有什麼提示 我們會按這個按鈕 按了之後就會是60分鐘開始 看到60分鐘 看到了 按這裡就開始計時了 最重要就是這裡有鎖匙 其實鎖匙是過關的最重要關鍵 這裡有四個鎖匙 研究過後 我們找到四條鎖匙是對的 我們就會放進去 我們先試一次 就可以放進去 我們先試四條 沒錯 試完之後 假設我們已經研究完 然後又找了一些答案 我們看看是不是 其實它還有一些圖案 沒有字 對 現在你聽到這個聲音 就指 我們這次還未成功 我們就會繼續 你會發現 其實不成功 每一次 你會用了一分鐘的時間 對 這個就是一種透膽 假設我們完成了一分鐘 這裡就會有些很好的聽音 我們說 完成了 然後我們進入去第一部分 完了 我們便會跳進去第二部分 好 這個過程完成了便會去第三部分 但我們其實這裡有一些提示卡 是相當之重要的 是的 這裡有一個叫做提示假髮器 還有這裡的提示卡 是的 這裡有一個一字 即是它是第一部分 裡面要用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寫上 是5500 即是這裡 如果它跳到55分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用第一張卡 對 對 然後放進去這裡 所以第二張卡應該是50分 對 你看到嗎 其實馬上看到一支字 已經出來了 對 就會在這裡看到一個提示 對 原來可能跟我們這個遊戲 第一關是有關的 我們終於可以繼續想 究竟如何去解決這個情況 對 過完第一關之後 我們便會到第二關 第二關 我特別說 你先看看 就已經立刻有一個新的場景 我們玩的時候便會放在桌面 因為上面就做了一些研究 到底是怎樣 又可能找到一些選擇 又加上提示 然後又可以進行 對 如果我們要成功過關 這個秘訣就是 我們要60分鐘之內 過到三關 我們便要完成任務了 我們剛才剛才體驗的時候 我們有些體驗過程 有幾件事很重要 對嗎 包括你要很多規察 又要溝通 信任你的隊友 然後很勇敢去嘗試過關 這個就是我們 希望玩的時候 我們會用到這幾個能力 好嗎 對 我們才預備好嗎 我們要開始玩 好嗎 好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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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